根據統計 去年被詐騙的金額 高達三十億新台幣 那麼受害的前三名 第一個就是假投資 其實我也深受其害 我們絕對不會用LINE或Telegram 跟你什麼家朋友 教理魚投資什麼標股存活 都是騙人的 沒有這麼閒 這些都是誘導你去做一些 奇怪的投資 那麼第二名是什麼 解除分期付款 那麼第三名是假網拍 我想先問我們現場來賓 你被騙過的 你覺得受害者 你舉綠牌好不好 你說沒有 我沒有被騙過 我舉紅牌 請舉牌被騙過的人 蝦米律師也被騙過 誰敢騙你 不是 律師也是人 律師的好朋友 因為其實詐騙 剛剛講的是不正式詐騙 被認識詐騙的也不少 像我的好朋友 他說他需要 律師 我需要周轉 兄弟 需要周轉二十萬元 我周轉過去就給你 結果二十萬過去 他就跟我 我說時間到 該還我 不是 我還有五萬塊要周轉 一周轉下去就不還你 朋友也沒啦 OK 就是如果連律師都可以騙到 就是很親近的人 滿親近的人 對 親近的人 這個時候事情滿大條的 這邊你們有被騙過 而且其實我們律師有時候 會那個啞巴吃黃臉 因為像這種借錢不還的 在法律上 你要把它在刑事去告詐欺 有時候假官還會跟你講說 這是民事問題 OK 你也沒有被騙過 沒有 沒有錢可以給他們騙 客氣了 沒有錢 好 那我們現在聽志豪 是 志豪那是因為錢比較多嗎 因為你是被好朋友 一口氣騙走三百萬 是 好有錢喔 你這感覺是羨慕耶 三百萬可以騙 好多錢 本來還更多 因為騙我的人 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個牌子 那個從此我就很討厭人員 有一個名字叫 Baby App 就是一個猴子在衣服上 那我那個好朋友 是Baby App的老闆 那他就跟我講說 說法很簡單 他說那個時候是世竹賽 那世竹賽因為這個大陸 非常地豐世竹 所以說他可以從日本 進一個大陸人 非常喜歡的一個品牌 那一定會瘋狂購買 那怎麼做法呢 就是他有權力 還有辦法 可以把所有的權力 都拿到自己手上 那我們經過台灣一手 再賣到大陸變三倍 聽起來好像合理 因為他有這個資源 偏要管道 很好對不對 對... 然後我想說好像有道理 那我可以拿到什麼樣的利潤 他說很簡單 兄弟 一個月十五% 這個是簡直就是暴利對不對 一個月十五% 那我就開始心動心癢 你知道嗎 我說好 那這樣好了 我手邊剛好 差不多有三百萬可以用 對 後續加起來大概有七八百萬 我通通給你好了 那時候你知道鬼迷心窍 就一年賺三倍這樣子 對 然後說好 那不然你先三百萬給我 那隔天那時候我還在飛行 我本來是華航的機長 那飛出去 我還特別交代我太太 我跟你講這個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在我飛行車 一定要匯給她 千萬不可誤事 那我太太想說 什麼事投資這麼好 好 結果果然我第一天飛出去 他第二天也依照我的指示 辦理匯款 然後我飛三天 那回來一落地 電話就來了 出事了 他跑路了 他說誰 誰跑路了 他說就是那個誰 跑路了 我說為什麼要跑路 他就跑路了 騙錢 我說怎麼可能 因為我有一些好朋友 很喜歡找我有時候 小酌兩杯 那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剛落地 他想說一定要把我騙出來 因為我們剛落地 通常很累 想說好好休息 你要騙我喝酒 我還跟他講說 你要騙我喝酒 不要這個樣子好不好 你就跟我講地點 我就去就是了 他說不是 真的出事 你趕快過來 我半信半疑 那心中充滿了疑惑 就趕快驅車前往 就一進那個餐廳 也不得了 愁暈慘霧 裡面每個人都沒頭深鎖 一進去空氣都怪怪的 凝結 然後我就說完了 真的中了 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我飛出去的第二天 他人都找不到了 就這樣子蒸發不見了 所以你是他的好朋友 最後一筆敲你的 對 就是尾款 我們來看一下 是當年的新聞 剛剛講的這個APP 它是一個潮牌 那這個可能有些官媒牌 才有印象 那麼當時還有很多一些明星 會去站台 也會穿他們家的服飾 所以大家感覺還滿好的 西小瓜應該也有印象 我知道這個牌子 你知道這個牌子 苦主就在這裡 那當時這個標題都寫了 是捐款 七億不見蹤影 七億裡面三百萬 就是志豪的 志豪兄的在裡面 微薄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滿惡力 因為他應該布局很久 這個七億應該是累積了 可能是好幾年來 或是那段時間 你是最後一筆 你看等你要起飛了 是 他已經要跑路了 還給好朋友捲個三百萬走 這個喔 滿惡劣的 超惡劣的 因為什麼 其實我在 飛出去前兩天 我還跟他吃飯 他還跟我講的 真的是頭頭是道 他說兄弟... 我跟你講 這個錢我不要讓別人賺 我們自己兄弟賺就好 好不好 這個相信我 一定OK的 然後那他晚餐的錢 還是我付的 所以總共是 詳細數字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 他其實我個人覺得 其實也不長 時間也不長 據我的了解 大概他花了一年到兩年時間 就騙到大概七億 為什麼 裡面很多的受害者 他舉凡是這個大企業家 有的企業家在大陸 可能有這個幾萬員工 那種很棒的企業家 製造家 有工廠的 那裡面也有律師 也有我們好朋友律師 裡面聽說也有一些 我們這個老大 那我心裡就在想 我說我可能笨一點沒關係 可是這些大老闆 大律師 甚至是社會賢達 黑道的大哥 他們不至於被騙吧 你敢騙我 你敢騙黑道大哥嗎 對不起 招騙 唐事騙局就是這樣 對 美國證交所主席都會騙人 裡面都是非富即貴的人 那我想請你現在回想一下 你覺得都沒有什麼徵兆嗎 我個人回想 他再兩天就要跑路了 他們有什麼怪怪的情況嗎 我個人回想起來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前兩天還在吃飯 然後他的店召開 他的店也沒有任何搬貨 或者是有人去聚集 他還有家餐廳在大安路上 也是這個人潮鼎沸 就完全看不出來真相 可是事情發生之後 我有個好朋友跟我講說 早知道我就跟你講了 因為他說 他有跟他借錢 有跟他借錢 我說你幹嘛不早跟我講 他說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你會 投資這個東西 對 其實是有徵兆 只是可能我沒有發覺到 OK 我覺得好像聽到很多 似曾相識的情形 因為我有個朋友 也是上過報 他是二十幾億捐寬錢 也是出事之前 是本來在環亞 席開是不是幾十桌要辦尾牙 那比你慘聽得應該比較療癒 因為他們是佈局了三年 所以我那朋友應該 借房子投了一億多 人生前半場就這樣子沒了 本來是個非常非常優秀的 這個高官 那他就是告訴你 每一次每個月你指引 我們一些什麼現金流的指引 可以連本代洗二十%回來 給三百還你三百 給五百還越來越多 你就開始你的心會越來越大 對 是這樣 因為賺得很快 他當時已經賺得快五千萬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後面就不要了 這算天上掉下來 那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圈裡面 每個人基本上聽得都下去 只有我沒有 律師 對 這個錢拿得回來嗎 對 這錢很難 拿不回來啦 但是要問說 如果事前這樣看不懂 真的不要投資 他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他那公司也有律師 也有財務長 也上電視 對 還讓廣為報導了幾年 對 所以現在都更可怕 所以投資一定要小心 但如果碰到 真的碰到狀況怎麼辦呢 要快很準 我就碰到一個案子是 那客戶他碰到這案子 被詐騙 香港有個什麼投資 把錢匯過去 一匯過去他覺得怪怪的不對 不對 所以第一個快 反應要立刻快 那我們就跟他講 趕快幹嘛 叫銀行去指付 被銀行指付 因為你從台灣 錢到香港 再轉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 他有時差 趕快請銀行 並且通知這個 先通知銀行說被詐騙了 所以銀行馬上說要去指付 從銀行端先處理 第二個 馬上去報得快 然後快 馬上要狠 到警察局去狠 所以他就馬上報警 請警察聯絡國際刑警 所以很快的 趕快通過去 他運氣好 所以很準 我們找這個錢 因為這個錢到哪裡去 就準 因為到香港去 所以說正好運氣很好 是禮拜五的下午 所以他正好 禮拜六銀行停了 所以正好禮拜 就禮拜一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扣下來 所以趕快飛到香港去 去把那事情處理掉 所以那是碰到運氣很好一次 所以當你碰到詐騙的時候 一定要快很準 那有時候你覺得人跑掉怎麼辦 人跑掉的話 其實當然最快的方法 還是要查看 他有沒有其他的財產 當然我告訴你 機會很小 很小很小 至少要趕快利用刑事的部分 大家想 是不是我們今天要去告民事的 還要去假扣押 擔保金很麻煩對不對 那其實有時候 現在詐騙 現在我們政府也是非常的 就是今天如果被詐騙 檢察官跟檢察官趕快講 檢察官有時候會趕快說 去保存證據 去把一些東西把它扣起來 所以這時候 是用刑事方法最好嚇阻 看有沒有機會 保回一點面子 你誠意出了一個案子 聽說這個繼承案 然後是妹妹被自己的哥哥騙 對 我告訴你 這個就防不身防了 我告訴你 這個妹妹她就 她是因為她結婚之後 她的先生生病 有醫藥 需要醫藥費 大筆醫藥費 要化療怎麼樣 對 她想說 可是我們家雖然沒你 可是我媽媽爸爸留下財 有一棟房子 有房子留下來 那有房子 可是還沒分 趕快去找她哥哥 哥哥跟她拿房地去 說不好意思 這已經給我了 我們都已經講好了 分好了 那時候不是講好的分好的 是歸哥哥我 那時候 哥 你怎麼這樣講 那時候是有我的一份 你不要忘記 那時候你也拿了錢 有嗎 我就沒有 我就不記得 她剛才說糟糕 我說我剛才問律師 律師 有沒有 怎麼可能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就把爸爸媽媽房產過戶 我說怎麼可能 趕快去調查 房子 到底那怎麼過戶的 確實過戶到他哥哥名下 把過戶的資料調出來 調出來看 我問她 這個妹妹 這幾個字 是不是妳的簽名 是我的簽名 我說 妳不是說妳 都不知道這回事 妳怎麼會有簽名 我問妳好好想想 我記得了 因為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因為爸爸媽媽幾點過世 那我們就很難過 很難過哥哥就辦後事 把後事辦得妥妥當當 他就說妹妹妳放心 做哥哥就是照顧你們 所以我就準備好了 五十萬現金 妳放心 後面妥妥當當 遺產不會有少的 那妹妹 我為了照顧妳 拿去 這五十萬現金拿給妳 妳先準備那個什麼 硬件證明 硬件章 還記得 把這個 妳把那上面 上有這個簽名的地方 妳都把它簽一簽 那邊說 哥 妳真好 媽媽才剛過世 就拿了五十萬元 還現金給我 所以她什麼都簽 好爛 原來是這樣 好爛喔 原來是這樣 哥哥挖洞給妹妹跳 我們想說 哇 死定了 這怎麼辦 妳簽的 那不管 死馬要當活馬医對不對 這算詐欺吧 算有點像 誘導她 半詐欺的狀況 可是問題難 妳這樣 如果今天拿去給法官的時候 怎麼辦 那不管 還是先告 告的時候哥哥說 沒有 那時候是妹妹是 認為說哥哥很好 所以同意給她 那當然 我說 那當然我就說 那這樣 可是真的妹妹 有這樣全部同意妳 那我們可能要告妳 偽造文書 因為妹妹就算是 很多東西給妳 有東西不見得是 妳可以辦的 那當然哥哥說 心裡一張 好像有這種風險 可是我也跟妹妹講說 說實在 證據對妳不足 所以我們就好好的 小小和解就好 最後還好是和解了 至少說 不要虧得太大 如果真的打不贏 真的證據算不足 那就要想辦法和解 但如果打得贏的話 一毛都不要掃 OK 好 很多東西還是要看清楚 再簽名 問清楚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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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